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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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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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广东汕尾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海璐的哥哥被通缉 网络图片 一落 马的广东汕尾市前公安局副局长郑海璐的兄长郑海田,近日被汕尾市 公安局悬赏100万人民币 郑海田曾任燃气公司董事长 曾被关以 和LDQUO 慈善家和RDQUO之名 不过警方指他是当地黑 社会组织头目 广东善委市公安局近日发布通告 涉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 有三人被悬赏通缉 分别是郑海田 金额100万 唐伟杰 金额100万 洪水生 金额50万 公众号和LDQUO 长安街知事和LDQUO 11月16日报道 以郑海田为首的黑恶 势力犯罪团伙 长期盘踞在海丰县海城镇区域内 垄断煤气经营 以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 故意毁坏财务等手段 非法或取据 额经济收入 并以此作为主要经济来源 警方经查后 去年9月一举 拘捕该团伙6名骨干成员 郑海田 唐伟杰等人 附案在逃 警方对证 唐两人悬赏50万元 对洪悬赏20万元通缉 由于未能击补正海 田等人 警方今年2月提升悬赏金额至60万元及30万元 直到本 月11日 再度提升悬赏金额至100万元及50万元 据报道 出 生于1960年11月的郑海田 增任海峰深燃管道燃气有限公司董 市场 陆媒称 他的和LDQUO 画皮之一和LDQUO 便是词 善家 2016年7月 当地推荐郑海田 为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在他参加公益活动时 称其近三年来累计捐款650万元 去年8月 广东上尉市前公安局副局长郑海陆落马 至今年9月 郑海陆更 因涉嫌逊私枉法罚罪 滥用职权罪 受贿罪 被移送惠州市检察院审查 起诉 郑海陆这棵大树倒下一个月后 他的哥哥郑海田便上了警方通 七令 中共官场的官黑一家 在陆氏兄弟身上体现 资料显示 郑海 陆出生于1962年 相继担任过海丰县公安局副局长 陆峰市副市 常 公安局长 善委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等职 另外职的议题 的事 在郑海陆之前担任 陆峰市公安局局长的陈宇坑 陈俊鹏此前已 先后落马 官匪一家和RDQUO 和LDQUO 警匪一家和R 口 是中共治下的普遍现象 官场上 夫妻档 父子兵 兄弟 联滩官和LDQUO 全家府和RDQUO 屡见不鲜 并为亲友充 当和LDQUO 保护散和RDQUO 2018年7月 浙江台 周市原副市长陈才杰的弟弟陈才强 被作为黑社会头目被判有期徒刑二 5年 陈才强刑恶时间长达18年 涉及罪名26个陈才强多次犯 最后请副市长哥哥出面和LDQUO 平市和RDQUO 还获得 台州市政协委员等身份 在此之前的2018年4月 广东中山市井 方暴发为和LDQUO 老虎鸡和RDQUO 赌博生意充当和LD 可保护散和RDQUO 的案例 涉案金额达1.06亿元 公安系统涉案人员达254人 包括处级官员12人 科级官员100 多人 黑社会是中共所依赖的暴力资源 有评论称 和LDQUO 先有贪官再有黑社会 和RDQUO 和LDQUO 官员要腐败 必定有黑社会存在 和RDQUO 美国时事评论员恒和曾表示 中共就是最大的黑势力 中共革命 从土地革命到文革 以脉相承 它都是 利用政权的力量 来动员和支持少数的皮子流氓 来裹挟大部分的民众 对社会精英进行打击和斗争 中共的革命就是黑恶势力 这就是基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